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不是说 如果有违约的话 违约率是5% 如果违约的话 违约的损失是30% 那就是1000乘5%乘30% 第二个 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因为你都是未来的事情 你把它往前折 所以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第三 在资产付了保日 无需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本 或者是努力就可以获得的过去的事项 当前的状况和未来经济预测 且合理有依据的信息 什么意思 我现在跟大家说 一般的工商业企业 它不会搞什么预期性损失这东西 它咋搞啊 对吧 你的供应商预期性损失 你根本就无从考证 所以现在有这么一家供应商 说你是不是有一个假公司 来 我给你提供多少钱 100万 你买不买 你买不买 如果说你的应收账款只有50万 你花100万去研究这50万有多少减值 脑子进水了呀 如果是5个亿呢 那我花100万我值得 明白了吗 那我花100万我值得 所以人家说这个成本效益原则 没必要花100万去买一个50万应收款 它到底减不减值这个事 那么接下来就说一说啊 关于这个金融资产减值 各位 你记住一点 这个表格里你看它都是限值 你记住啊 所有的这些 无论是金融资产 租赁应收款 还有这个未提用的贷款承诺 注意 它都是限值 包括财富担保合同 它都是限值 什么意思 我不用一个一个给大家去读 就是我未来有可能会发生减值 一定是未来现金流量折限 在当下 我看未来 一定是未来现金流量折限 和我现在按照合同规定的 未来现金流量折限 这两个限值之间的差额 是我的预期性损失的计量金额 所以这一块各位 从考试角度它不会让你算 你放心 没法考 你明白吗 没法考 所以它不可能考你这东西 没法算 你就知道它的逻辑都是 未来的限值折限 OK 那接下来说说它的账务处理 首先你要知道 我们之前给大家 好像还没有讲的 资产减值我还没有讲的 资产减值 资产减值我讲没讲 资产减值我没讲 资产减值 如果是8号准折 那些减值 我提了减值准备 我未来是不能转回的 那些减值我提了 是不能转回的 而我们22号金融工具和确认 技术准则规范的这些金融工具 简直满足条件可以转回 明白了 满足条件是可以转回的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会计分路 来吧 借信用减值来 为什么叫信用减值损失 因为这里有负债 你不能写资产减值损失 对吧 那你说写资产和负债来分 没必要了 我们现在根据的是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来计算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科目改了 叫信用减值损失 各位 我有一说一啊 在不久的将来 我个人预测 就把这俩科目合避了 就叫减值损失 你看一看吧 为啥呢 前有车 后有车 有前车之鉴 我们劳赵年间呢 那个价内税 它记题叫主营业务税金及服务价 然后又改了叫 营业税金及服务价 现在又改了叫 税金及服务价 你看它一点点删删删删删删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 有可能把资产减值损失和 信用减值损失合并 就叫减值损失 然后摸下看贷吧 贷着一坨 什么贷款损失准备 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坏账准备 租利应收款减值准备 预计负债 这个预计负债是啥呢 各位预计负债是你的贷款承诺 和财务担保合同 这俩是负债 负债提减值了 借信用减值取试 带预计负债 如果是其他债权投资提减值 借信用减值取试 带其他应收 对不起 其他综合收益 注意啊 它可不是什么 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它是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原理 我在讲 其他债权投资 说过了 不赘述 还有一个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 它没有进信用减值损失 把它进资产减值损失了 但它也能转回 你看从过跌债准备 也进资产减值损失了 但它能转回 因为它不是在我们8号 资产减值准备规范的 所以这块请大家要单记一下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可以记录到的是资产减值损失 而剩余的这一坨 都进的是信用减值损失 能往回转吗 可以 可以往回转 好了 名为啥改的 我在这里给你写清楚了 那么已经发生信用减值损失 这个资产的合销 我以应收账款为例 你比如说 我应收账款 当时来的时候在借帮 借应收账款1000万 然后带收入1000万 好 然后呢 我根据预期性损失 我提了100万的坏账准备 借信用减值损失 100 带坏账准备 100 好 如果它真正发生损失了 第一种情况 确实我就收了900 确实我就收了900 所以那就借银行存款900 带应收账款900 然后把坏账充了 借坏账准备100 带应收账款100 这不是借坏账准备100 带应收账款100吗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说我没有损失这么多 我只损了20万 那好了 借银行存款980 带应收账款980 然后借坏账准备20 带应收账款20 但你当时提的这个坏账准备 提的是多少 是100 是不是差个是80 那这80 再约莫给它转回去 约莫转回去 那就借坏账准备80 带信用减值损失80 这就可以了 看明白了吧 你把这事能听懂就够了 再说一遍啊 你把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能听懂就够了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举一个 其他债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23年12月15日 蒋公司购入一项 供应价值为1000万元的债务工具 分类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进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该工具的合同期限10年 年利5% 本利实际利率5% 初始确认时 蒋公司已经确定其不属于 购入或原生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23年12月31日 由于市场利率变动 债务工具的供应价值跌至950万 蒋公司认为 该工具的信用风险 自初始确认后 并无显著增加 那按12个月 预期性损失来计量减值减值减备的金额 那么损失减备的金额是30万 简化起见 不考虑相关的利息 到了24年1月1日 蒋公司决定 以当日供应价950万 出售该债务工具 我们首先购入时 借其他债权投资成本1000 乃银行存款1000 然后呢 我们调供应 你看啊 它是从1000掉到了950 走 在这 是吧 1000掉到了950 所以它供应价值下降了50 借其他综合收益50 带其他债权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50 但是这50当中 有30是因为信用减值所导致的 所以我在单独 把这其他综合收益 这50 给它转出来30 把它记录到信用减值损失 借信用减值损失30 带其他综合收益30 到现在为止 我问你 我这项其他债权投资 它的账面余额是多少 还是950 对吧 它还是950 最后你把它给卖了 因为你卖的也是950 所以就没有差额了 借银行存款950 借其他债权投资公益价值变动50 带其他债权投资成本是1000 好 我问大家 这做完没 没做完 你原来进其他综合收益的 也得给人转了 你原来进其他综合收益的数据 还成20 那把这20转投资收益 借投资收益20 带其他综合收益 分别是50和30 但是你记得吧 各位同学 你记得吧 我当时讲课的时候我说过 我说这个信用减值准备所对应的 其他综合收益 转不转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但我倾向于是转 你记得吧 所以我这个例题 我就把它给转了 那说考试呢 考试不考 因为他不可能考 你放心 只不过我给你打个样 万一考了 按照这个来 万一考了 按照这个来 说清楚没 各位同学 到现在其实 我们就把 金融工具 简直所有的内容 全部给大家介绍 结束了 金融工具 简直核心关键点 是两个表格 两个表格 这两个表格分别 看好了 一个是248页 一个是249页 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表格给我记住 OK 好了 过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来到了金融工具 最后一个大变态节 套器快捷 今天上课的过程当中 包括开课之前 就有人问 老师我能把套器给他放弃了 你还没学就放弃了 别考了 对吧 别考了 基础版 别跟我谈放弃的事 别谈放弃的事 我今年讲套器呢 有个同学说 老师你今天讲不完了 你放心 肯定讲得完 为什么 说白了 套器这几年都不考 套器这几年都不考 我也不知道为啥 他就不考 是吧 四套试卷 可能有一套试卷 出一道单选货 多选题 就这个考评 我们一直在倡导 把套器杀了 一直给人提意见 人家每年都过我们回 说不行 不能杀 包括在微博上 也有同学说 老师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删 我们还要学呢 他要学 所以呢 对于套器这事 我今年简化处理 同学们呢 你也别太纠结 我讲到哪 你就听到哪 有一些 我说你得会 万一考试考咱能拿分的 而有一些 就听故事就行了 明白了吗 就听故事就行了 好不好 来先说说啥叫套器啊 套器是指起 为了管理外汇风险 利率风险 价格风险 信用风险 等特定风险 所引起的风险敞口 指定金融工具 为套器工具 以使套器工具的 供应价值 或现金流量的变动 预期抵消被套器的 全部或部分 供应价值 或现金流量的 风险管理活动 好了 这一趴说啥呢 各位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说啊 你想参加筑块考试 请问 有啥风险 过或不过 对吧 这不就有风险吗 过了 这就是 这个好事 不过 这不就有风险吗 对不对 那你为了使你这个风险降低 怎么办 你怎么办 学习 听课 听私人教育 刘仲老师的 筑块直播课 并且听完课 要做题 对吧 实质上 你就把这个风险 长口给它变小 如果我举个形象的例子 你自己学 或者压根不学 你的风险长口 考诸块 这么大 就不过啊 这么大 但如果你听了课 变这么大 你听了私人教育 刘仲老师的直播课 这么大 你听了课 又做了题 这么大 你听了课 又做了题 并且把错题 也进行了练习 这么大 你完全按照我的要求 去做 你的风险长口 就这么大了 看到了吗 所以你可不可以发现 风险长口是一点一点 有可能大 有可能小 明白了吗 再举个例子啊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呢 现在 我有八百亿嘛 是不是 吹吹牛 拜拜火 我有八百亿 说这个 我拿他去买个房 这房值多少钱呢 比如说值两千万 各位这两千万 我能不能一次性付款 就我有八百亿 我也不一次性付款 你知道吧 我首付一下 比如说首付百分之 百分之三十吧 我付了六百万 是不是还有一千四百万 我是贷款的 比如说利率是百分之四点五 利率是百分之四点五 好 现在我需要做个什么事 我得把这一千四百万 我不能放在银行啊 银行的利率太低了 我得去投资 如果我的投资 它的收益率能够大于等于百分之四点五 我是不是就把我贷款这部分的利息给它覆盖掉了 各位 这本质上也是套期 对吧 这本质上也是套期 我不瞒大家说 我这房间也有贷款 我那个利率还挺高 那时候还上扬了 上扬百分之十 但是呢 我跟人家能砍呢 是吧 能讲啊 讲到上扬 上扶百分之九 但实质上 现在还有很高很高的利率 然后呢 我就把我这个省下来的钱 去投资 你看我这个八八八奖呢 投资吧 说白了 我真的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事 然后银行那个客户经纪给我打电话 刘先生 我们这有个什么什么基金 我说我不买 我不买 我说我就买点什么货币基金 宝本的这种 刘先生我们这可好了 哎呀 天哪我打电话 打得我这个烦呢 我说买 买之后现在亏了 哎呀 亏了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 哎 百分之四 我现在都亏了百分之二十五了 现在也不给我打电话了 去年还给我打电话 刘先生 我说你还好意思 跟我叫刘先生呢 我说我那百分之二十五怎么办 我说把那百分之二十五 给我弄回来 再给我打电话 从此以后不给我打电话了 从此以后再不给我打电话了 瞅死我了 我基本上不看 偶尔一看 还是百分之二十五的亏损 还是百分之二十五的亏损 你知道他我买的那个基金的名叫 钟降薪 哎呀 我也不写了 我叫刘忠 他告诉我买那个基金叫 钟降薪 哎呦 所以各位同学这本质上就是在套期 你们哎 你们现在来听我的直播客 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玩课做题练习练习 再把错题好好做 你的风险厂口就这么大点了 要不然你风险厂口这么大 所以这是套期 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套期呢 也不是 你比如说经营风险这事就没法套期 经营风险这事它咋套 你说经营风险能套期的话 那不是全民创业都当老板了 对吧 所以经营风险它没法套期 它不适用于套期会计 我们套期会计就准则 原来叫套期保值 为啥改了呢 这个我没有探究 我自己的脑子想的 你套期就一定保值吗 你怎么会套呢 你套圈 你家主船套圈啊 所以人家现在不叫套期保值 叫套期会计 叫套期会计 行了 这回知道啥叫套期不 那具体怎么去套 各位下边有个例子 你要是爱看呢 你就看一看 你要是不爱看呢 那咱就过了 我也不给你写了 数字我都给你举了 好 你爱看就看一看 那接下来说说套期的分类 各位两颗星 考试有可能会考 考什么 套期分几类 每类里有啥东西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 你肯定 我跟你讲出花了 你也不会 你把书往后翻来 你翻到245页 你看245到255啊 254到255页 你看我给你写这么多 你上市面上找 你找老人家你找不到 这是我一个字 一个是敲的 啥意思 我就把这里边的例子 每一个我都给你写出来了 但是呢 我从这个这几年的数据来看吧 我讲大家听吧 也还焦虑 所以怎么办 今天咱换个策略 我也不讲这些例子了 说老师不讲不行 去年有课你听去年的 老师你必须给我讲 我书上也写了 所以我今年上课 我就不讲这些例子了 我就不给你解释 不平添烦恼 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考试怎么考 你怎么去记 够用吧 来先说说套期的分类 我们套期分三类 一类叫公允价值套期 一类叫现金流量套期 还有一个叫境外经营 净投资套期 一共包括这么三类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说这个公允价值套期 和现金流量套期 都有哪些事项 是可以运用公允价值套期 亦或是现金流量套期呢 好 这是第一个考点 我们首先来说说公允价值套期 来看好了 开话 说已经确认的资产或负债 你报表上资产或负债 已经确认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是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解释一下 什么叫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说白了 我五个月之后 我准备买200斤胡萝卜 我跟乙公司签合同了 但我还没履行呢 没有确认呢 尚未确认 但是已经是确定承诺了 我五个月之后 准备买200斤胡萝卜 这事儿 我已经跟乙公司签好合同了 这叫什么 这叫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包括上述组成部分 它因为公允价值的风险敞口 进行套期 我们选择公允价值套期 说明白了吗 再说一遍啊 哪些呢 已经确认的资产或负债 你比如说所有资产都可以 但也不是啊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吧 你固定资产 你套期 你套不六啊 你固定资产 你咋套 你没法套 你没有合格的那个套期工具 是吧 我说 哎呀 我这个房子 我担心它价值下跌 它做固定资产了吗 我准备把这个风险 给它套一套 关键是 你想套 你没有套期工具 你知道吗 你咋套啊 你没有工具 你怎么套 没得套 但有些东西我就可以套 比如说我买某公司的股权 或者买某公司的债券 这我担心它价值下跌 我可以有办法去套它 我可以有办法 说清楚了吧 好 继续 第二个叫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合同前来 没履行呢 包括上述的这些组成部分 它的公允价值风险厂口 进行套期 这叫公允价值套期 那么以确认资产 这里边有一个资产叫什么呢 叫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记得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在持有期间 包括它在处置的时候 我请问你 它走啥了 仅限于那么一个资产 明白了 就仅限那么一个资产 好了 下面有例子了 第一个叫利率互换 什么呢 固定换浮动 来写上 写上 固换浮 固定利率换浮动利率 什么叫固定利率 我固定利率就是5% 而浮动利率 是根据市场当下的利率 它可能是8% 也可能是2% 浮动的嘛 对吧 浮动的嘛 所以叫固定换浮动 你记住它是公允价值套期 再说一遍 背下来吧 没得说啊 固定换浮动 它是公允价值套期 好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某石油公司签定一个六个月以后 以固定价格购买原油的合同 签合同了吗 签了 对不对 固定价格 比如说 100万 但是他担心的事 你说六个月之后 这个原油不止100万呢 现在只是100万 对不对 六个月之后要是80万 它有这个风险了 所以怎么办 我 这叫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就这个 合同签了吗 签了 执行了吗 没有 那是啥 公允价值套期 他担心这个价格会发生波动 他担心这个价格会发生变动 对不对 我现在签六个月之后再买100万 那六个月之后要是变成80万了呢 那我会亏20万吗 那有同学说那为啥要签呢 还是那句话 各位同学啊 就这种问题以后咱不问 咱学猪块考证 这种问题不问 因为咱们看的是这么多 人实物上是这么大呀 为什么 一定有道理 我总说这一块 水是有缘 数是有根 人家这么签合同 一定是有原因的 好不好 好 这个记住了 这是什么套期啊 这是公允价值套期 他担心公允价值会下降吗 公允价值套期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第三个是企业购买一项看跌期权 对石油选择以供允价值计量变动 进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 为工具投资的正确价格风险 变动 引起的供允价值变动风险 进行套期 所以各位 你记住一句话 供允价值套期 它的核心是什么 价格 是固定的 你把这写上吧 它的价格是固定的 好了 我们准则当中 就写了这三个例子 你把这三个例子给我记住了 明白了吗 你把这三个例子给我记住了 别纠结了 你纠结你也不会 别平添烦恼 学猪快 就是这样 我帮你 今天我说实在的 我踏踏实实的 我帮你想了 因为我怎么讲 这些都是特别特别专业的 金融圈的一些知识 就我讲出来花了 咱没有那些基础理论铺垫 你也听不懂 然后你还烦恼 对不对 所以咱就别那么废话了 给我背 是今天吗 不是 考前再说吧 考前可能我这东西都不让你背了 对吧 考前可能我都不让你背了 有这个期货从业的考过 你看 是吧 人是金融圈的事 不是我们会计圈的事 再来看第二个 叫现金流量套期 那么什么是现金流量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 它指的是什么呢 来 以确认的资产或负债 刚才说 公允价值套期 有没有以确认的资产或负债 有 对吧 有 那么现金流量套期 有没有 有 以确认的资产或负债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来 什么叫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呢 我五个月之后啊 准备买500斤香蕉 买了吗 没 签合同了 没 那为什么要买500斤香蕉 因为刘老师买个大象 五个月之后 我买大象 大象要吃香蕉 所以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是我合同还没签 但是它是极可能发生 能理解不 说清楚没 刚才说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呢 是合同已经签了 但是 还没执行呢 所以什么叫预期交易 说懂了没 说清楚了没 各位 重点不是大象和猴 重点你知道预期交易啊 极可能发生的 它是现金流量套机 包括上述的组成部分 产生的特定风险 这个风险要影响随意的 好 这里啊 有一点 非常关键 收了 非常关键 我们刚才说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是什么 是公允价值套机 对吧 来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如果是外汇风险 它也可以作为现金流量套机 那什么意思 来看刚才我举个例子 这时候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假设我预计的是100万美元 而不是人民币 你注意听哦 它是100万美元 它不是人民币 我现在不担心价格变 因为这个价格很稳定 580年了都是100万 价格很稳定 就是100万美元 但我担心的是汇率会发生变化 因为它是美元嘛 比如说现在汇率是1比6.85 我担心的是未来汇率可能会涨到1比6.95 各位我的记账本位币是人民币 我得去给人支付100万美元 如果是6.85 我拿685万 如果是6.95 我得花695万 现金流量发生变化了 你发现了没 你发现了没 现金流量发生变化了 因此各位 听好了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外汇风险 做现金流量套期 如果是价格风险呢 公允价值套期 好 这里也有几个例子 第一个 来 记 浮 换雇 浮动利率 换固定利率的利率互换合约 它是现金流量套期 各位 这东西啊 我建议你记一个 你记一个公允价值的 亦或是现金流量的 记一个 另外那个就是另外那个 能理解我说啥意思不 如果我记的是固定换浮动 是公允价值套期 那如果考试考浮动换固定呢 那就是现金流量套期了 明白 你别俩都记 俩都记就等于没记 明白了吗 记一个 另外一个 咱就能把它记住了 这是我教你的方法 我再说一遍 你俩都记就等于没记 因为上考上 一紧张你就忘了 记一个 把你一个给我记住 说清楚了吧 好 第二个 是某橡胶制品公司 公司签订一下未来 买入橡胶的远期合同 对三个月后预期 极可能发生的购买橡胶的价格风险 引起的现金流量变动 厂口进行套期 这就是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好 第三 说某企业签订一项外汇远期合同 以固定外币买入原材料 即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的外汇风险 进行现金流量变动风险厂口 进行套期 我有一说一意 你要是有时间想看 后边我都给你写清楚了 反正我要是你 我肯定不看 我要是我就记住老师跟我说了一个事 浮动换固定 固定换浮动 就把这事记住 我要是你我就记这个 好 这是第一个要记的 第二个 有同学老师这表过都要看吗 不用 来 境外经营净投资打叉 考试不考的 来 看下这太多了 太多了 我已经给你总结出来了 看好了 我已经给你总结出来 命题角度 考察 经济业务判断套期的类型 经济业务去判断套期的类型 公允价值套期包括啥 现金流量套期包括了 把这东西给我记住了 明白没 说清楚没 把这个东西给我记住了 这是你需要做的 这是你需要做的 行了 来 咱看看18年的多选题 下来各项中 能够作为公允价值套期的被套期项目有 A 以确认的负债行不行 行 以确认的资产负债 它既是公允价值套期 也是现金流量套期 第二 以确认资产的组成部分 行不行 行 相关组成部分也可以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这是现金流量套期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这是公允价值套期 会不会考试就这么考你 你能不能选 二分相不相 A B D 过 接下来说说套期方法 套期方法呢 是指我们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 所产生的利益和损失 在相同的快期期间 进损益 以反映风险管理活动的一种方法 解释几个名词 各位 什么叫套期工具 什么叫被套期项目 比如说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 你今年参加诸会考试 不过这风险 就是被套期项目 而套期工具是什么 来斯尔叫你找刘中老师 听刘中老师的话 这就是你的套期工具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现在呢 我要买一个100万美元 好 未来6个月我要买100万美元的存货 我现在担心什么 听好 我担心 第一种情况 我担心它有可能价格上升 公里价值变动 所以怎么办 我可以在期货市场做反向交易 我可以在期货市场做起来 你现在是不买 未来要买 那我在期货市场就现在先买 未来我再卖 所以你在期货市场做的这项反向交易 它就是套期工具 当然 我有一说一 套期这事不是百分之百零 有的可能套得上 有的可能套不上 啥意思 举个例子 比如画个人 你们不要对号录作 你们不要对号录作 这人就随便画的 不要对号录作 好 这个人呢 是这样 他没有多少头发 可能就没有头发 这没有头发 没有头什么 买帽子 买帽子 买帽子第一种情况 你看他脑子这么大 他买这么小的帽子 套住了吗 买一套住 套期无效 第二种情况 他买个这么大的帽子 套住了吗 套住了也太多了吧 上面多了 那么异度 对不对 这也无效 还有一种情况 是什么呢 还有就买贴边的 看好了 哎呀掉了 贴边的看 你们脑袋就这么大吗 我就给你买个这么大的帽子 扣上就完了 这叫套期有效 你的风险是什么 光头 所以这个风险叫 被套期项目 帽子是什么 套期工具 有可能套得上 也有可能套不上 明白了吧 好了 那么套期 他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吗 切记不是 看好了 套期 他的目的是为了对冲风险 你有风险 我把这个风险给你规避掉 所以他不是为了赚钱 说我们做套期是为了赚钱 各位 你要想拿套期去赚钱 离死就不远了 某著名商业银行 玩套期 玩的 是不是也亏了呀 说哪个银行 大家心知肚明 不知道 也别打听 你打听那事干啥 那接来说说套期工具 首先套期工具 是指企业为了进行套期 而指定的其供应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 预期可抵消被套期的供应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的金融工具 集中的套期工具 它本质上也是金融工具 那具体包括啥呢 第一个 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进当期随意的衍生工具 比如说最典型的看涨看跌期权 包括什么远期合同 但是各位 签出期权除外 就签出期权 它不能作为一个合格的套期工具 啥意思 风险 你自己风险厂口太大了 签出期权就像那个大帽子 折老大 是吧 折老大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蒋公司现在有这么一项 签出期权 说这个A公司 它的股票如果在25元每股以上 你以公司可以按照25元的价格 从我这个蒋师手里去买A公司股票 买1000万股 你告诉我 这是一个千出期权 这风险大不大 人家要是26 你相对赔1000万 人家27 你赔2000万 人家38呢 人65呢 人128呢 人28呢 你发现你这个厂口 是这样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上不封顶啊 各位 上不封顶 所以千出期权 不能作为套期工具 你自己风险就那么大 你还套个六 是吧 你套个六 第二个 以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进当期随意的 非衍生金融工具 非衍生金融资产 或者是 非衍生金融负债 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套期工具 但是指定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进当期随意 且自身信用风险变动 引起供应价值变动 进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负债除外 傻意思 就是你正常的原生的股票债券 它可以作为我们的套期工具 但是 近当期随意那个金融负债 而且自身信用风险变动 进其他综合收益的 供应价值计量的金融负债 它是不能作为套期工具的 为啥 因为你所有供应价值变动 不是百分之百进随意 有一部分是进其他综合收益了 如果人家是直接去影响随意的 你的这部分没有影响到随意 因此我告诉你 你不能作为套期工具 啥意思 还是这个例子 我现在这个人 他是秃头 对吧 他冬天冷 他要戴帽子 这个时候你给人买个手套 能套上吗 人冷的是脑袋 不是手 你买个袜子 能套上吗 不但套不上还有味呢 能理解这意思了吧 太形象了 太形象了 第三 对于外汇风险套期 企业可以将非衍生金融资产 或非衍生金融负债的外汇风险 指定为套期工具 那么选择以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进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 投资除外 为啥他除外了呢 因为他供应价值不动进哪了 进其他综合收益 而人家外汇风险 正常风险进哪 有外汇风险进哪 进财务费用 一个是随意 一个是所有者权益 你套不上 还是那句话 人要帽子 你给买衣服有用呗 没用 明白了 他说不匹配 一个进随意了 一个进其他综合收益了 匹配不上 来 咱们举个例子 说蒋公司记账本分币是人民币 他发行了5000万美元 年利5%的固定利率债券 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 两年后到期 蒋公司将债券 分类为以太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负债 那是应付债券 蒋公司同时签订了 两年后到期的 以5000万美元固定价格的销售承诺 这叫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那么蒋公司可以将 以太余成本计量的 美元负债的外汇风险 作为套期工具 套啥呢 套对固定销售价格 承诺的外汇风险 引起的供应价值变动 或者是现金流量变动风险 窗口进行套期 各位 这个例子 我读完之后你也不懂 注意听 你会发现 我两年之后 有5000万固定销售价格 说白了 两年之后我卖它 卖5000万吗 我现在担心什么 我现在担心可能未来两年之后 那个利率就不是现在的利率 汇率啊 汇率就不是现在的汇率 但你会发现 我这还有个负债呢 你发现了吧 我自己有个同样金额的负债 如果现在的汇率是1比6.7 我负债是1比6.7 我收钱也是1比6.7 对吧 如果未来是1比6.8 我收钱多了 那你负债也多了 如果未来是1比6.5 我收钱少了 那你负债也少还了呀 你发现了吧 它就可以把这个风险敞口进行对冲 明白了吗 风险敞口进行对冲 当然 我刚才说的这个 请问 它是公允价值套期 还是现金流量套期 各位 告诉我 它是公允价值套期 还是现金流量套期 记住了 它是现金流量套期 这不就会了吗 现金流量套期 它指的是什么 汇率变动 那它指的是汇率的变动 说清楚了吧 过 好 接下来第二 是对套期工具的指定 我们在建立套期关系的时候呢 要把符合条件的金融工具 指定为套期工具 那么对于套期工具 进行计量时呢 应该是想整个金融工具 作为一个整体对象 采用一个单一的公益价值 基础来进行计量 一会儿呢 后边呢 我们有个例题 但是是不是所有都是呢 注意不是 这里有几个例外 适当关注 不用背 简单听 当听故事 简单听 当听故事 如果是期权的话 各位期权实质上呢 它这里既有什么 有时间价值和内在价值 这时候我仅把内在价值 指定为套期工具 时间价值 随着时间的流逝 基本到最后要规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期权 我只是针对于内在价值的这部分 我做套期工具 时间价值这部分 我不考虑 各位 你告诉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提高套期关系的有效性 那远期合同呢 那这时候我要分 我把什么呢 我把这个远期合同当中 那个远期要素和计期要素 我分开 我只把计期要素 作为套期工具 远期要素 这个虚无缥缈 不好确定 我只把我现在能够确定的 积极要素 编动这部分 作为套期工具 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还是为了提高套期关系的有效性 第三 对于金融工具 企业可以将金融工具的外汇风险 单独进行分拆 只将排除外汇 击差后的金融工具 作为套期工具 各位 下边我给大家写了个原理详解 什么叫这个外汇击差 这里你看他好多好多金融名词 你要是想去探究 下边有1 2和3 那击差是因为什么 我东西写上了 但我个人认为 没那个必要 对吧 刚才我说的 听一听就可以 那听一听就可以 没必要 好 再来说 被套期项目 各位 什么叫被套期项目 风险敞口 对吧 你未来的风险 其实就是我的被套期项目 你未来考试 不过这风险 就是被套期项目 那我现在用套期项目 用什么去套它 上课 做题 好好听话 对吧 不就这些东西吗 所以被套期项目 它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就是风险 你可能这样是风险 那样是风险 可能是一个风险 也可能是多个风险 所以作为被套期项目 它可能是 以确认的资产或负债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啥叫确定承诺 合同签了 合同签了 尚未确认的 就是没执行的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什么叫预期交易 就未来肯定要发生的 你比如说 我正常生产 我肯定要采购大豆 比如说做豆油的 我肯定要采购大豆 比如说我六个月后 我要采购一百吨大豆 我现在担心什么 我担心六个月之后 大豆价格上涨 现在大豆假设两千块钱一斤 一吨 一斤两千块 这什么都是筋豆了 假设现在大豆是两千块钱一吨 我担心六个月之后 大豆可能涨到三千 这不有风险吗 有这风险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 我在期货市场 做反向操作 你未来要买 那我期货现在买 你未来买的时候 我期货再去卖 那叫平仓 好 第三 打叉 打叉 说白了 写书我得写 这东西就直接打叉吧 境外经营 境投资 打叉 组成部分 就是上面说的 已确认资产或负债 尚未确认的确定程度 即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其中的组成部分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 被套期项目 比如说我们举个形象的例子 你呢 今年考猪快的三颗 考猪快三颗 所以一颗风险这么大 两颗风险这么大 三颗风险这么大 不过的风险啊 那我现在假设 我只把其中的一个 我去搞定它 快点 对吧 剩余的经济法和战略 我不搞 没问题 有风险 有风险我自己可以搞定 但是 各位 快捷风险口太大了 所以怎么办 你得去想办法 把这个组成部分 用套期工具 给它套上 这个例子举的太好了 这个例子举的太好了 能理解了吧 组成部分 好 最后最后 要跟大家说说 套期会计的确认和计量 各位同学 这个我要求大家 会编会计分路 听好了 这块 我要求大家 会编会计分路 首先我们看 公允价值套期 先举例再总结 先举例再总结 一点都不难 认认听 你踏踏实实的 把新过沉下来 你保证一变会 你保证一变会 来 2013年1月1日 蒋次为了规避所持有 同存货 供应价值 变动风险 与某金融机构 签订了一项 同期货合约 并将其指定为 对2013年前两个月 同存货商品价格变化 引起的供应价值 变动风险 进行套期 那么同期货合同的标的资产 与被套期项目同存货 在数量 至次产地等方面相同 假设不考虑期货市场中 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的影响 那么在某三年的1月1号 同期货合约的公允价值为零 为啥零 你刚签他就没有供应价 因为现货和期货市场 这价格基本上相等的 所以他就没有供应价 什么情况下 你这个期货是有供应价的 现货那个市场价格变了 可能高可能低 他变了这个时候 你期货价值才有 然后按照被套期项目 同存货的账目价值和成本 都是100万 供应价值110万 注意 这些都是题目以致条件 你不要跟我俩去探究 说他为啥是100万 他供应价为啥是110 题目给定的以致条件 到了1月31号 同期货合同的供应价上升了2500万 同存货的供应价值下降了2500万 你看他下降这边他就上升了 反过来呢 如果他上升了 那他就下降 能理解了吧 就是期货和现货 这俩一定是相反方向 如果你要同方向 那就两种结果要赚 赚翻了 要赔 赔求生裤衩了呗 对吧 啥都没有了 所以这两者一定是相反方向 一定是相反方向 而且我再次强调 套期不是为了赚钱 套期是为了规避风险 明白了吗 来继续 到了2月28号 同期货的供应价值下降了15000 同存货的供应价值上升了15000 且当日将同存货以109万的价格出售 并将同存货合同 重期货合同进行了结算 好 接下来下边这些先放一放 我问你啊 他现在担心什么 蒋思现在担心什么 他有一批同存货 他是不是未来要把他出售 今天的供应价是多少 是不是100亿 他的成本是多少 100 所以他想锁定的是什么 锁定是这100亿 你别给我跌下来 跌成100了 甚至低于100了 所以你看他最终的结果是 他想赚多少钱 说赚10万 对吧 110的售价 100万的成本 是不是他想赚10万 我现在担心这个事怎么办 你是不是未来要卖 那我现在在期货上 我现在又先卖 卖完之后 我未来再买去平仓 能理解这事了吧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好 下边还有多少文字 说通过分析发现 这个期货同和存货同存在经济关系 而且呢 各位这里有句话 你要画一下 说呀 这个产生价值变动中 信用风险不占主导地位 这话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如果信用风险占主导地位 不能套期 因为信用风险这东西没法套 明白了吗 它没法套 好 继续 说套期比率 也反映了套期的食物数量 符合套期有效性的要求 不考虑赠税 来 首先第一步 我问大家个事 你原来作为存货的库存商品 铜 我们按什么成本计量 初始取得历史成本 期末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计量 对吧 它按公寓价值计量吗 它不按 主要 它是不按公寓价值计量的 那我现在担心这个铜存框的公寓价值会发生变动 对吧 来 看好了 第一步 先把原来不按公寓价值计量的这个铜 给我转到被套期项目当中 它不就是被套期的吗 转到被套期项目当中 所以借被套期项目 带库存商品100万 而这个被套期项目 它可采用公寓价值计量了 好 第一个 没问题吧 第一个分数 我现在告诉你这么做 先把库存商品 因为它不是按公寓价值计量的 给我转到被套期项目里 借被套期项目 带库存商品100万 后边被套期项目 我按公寓价值计量 能理解吧 然后套期工序那个铜 期货合约 公寓价值是零 不用做账 今天签的就没啥供应价 对吧 我今天签的它就没有供应价 我今天卖出这个铜 比如说卖了100万 我卖出在期货市场 我卖出这铜100万 它就没供应价 你知道吧 未来比如说 人家这个铜的成本 降到60了 降到50了 你这个期货合约才有供应价 现在就没有供应价 再来到了1月31号 你看一看 我们那个备套期项目 铜存货 它的供应价值是不是下降了呀 而期货铜 它是不是供应价值上升了呀 所以咱先看那个存货铜 存货铜 是不是转到了备套期项目当中 它现在供应价值下降了 那就带备套期项目2.5 借套期随意2.5 这是一个随意的项目 看明白了吗 它已经按照供应价值计量了 然后我们那个套期工具 就那个期货合约铜 它供应价值上升了2.5 从0变成2.5 所以借套期工具2.5带 套期随意2.5 套期工具就是我们那个铜 期货合约 各位你发现个什么事 来看好了变魔术走 看 一借一带相当于 你这供应价值我是给它冲了 没有影响随意吧 对不对 当然这是一个真空环境 实际上肯定有点差别 但我们举例 书上举例就非常非常简单 这俩看 精彩一样 是不是 在相同期间 无论你是同存货 还是同期货 你们俩供应价值大会动 动完之后一底底没了 不影响随意 明白了 不影响随意 好 再来往下 到了2月28号 你那个同存货的供应价值上升1万5 所以借被套期项目 同存货 1万5 带套期随意 1万5 你这边上升了 它那边就得下降 所以借套期随意 1万5 带套期工序 同期货 1万5 你看 还是 看好了 借贷 看 借贷 是不是又对冲了 是不是又对冲了 好 接下来 你说要把它卖了 卖多少钱来 卖了109 对吧 借应收账款或银行账款109 带收入是109 转成本 你现在告诉我 这个同存货 它的成本是多少 你来的时候 你画个钉字账号 你来的时候是多少 是100 期末下降了2万5 然后又上升了一个1万5 受变成99了 受变成99了 对不对 你已经不是库存商品了 库存商品 已经转到备套机项目里边 而备套机项目 第一期 它下降了2万5 第二期 它上升1万5 现在是不是99 所以借主营 有成本99 带备套机项目99 哎 你看看 咱就是说 你赚了多少钱 收入跟成本 你赚多少钱 10万 你当时的目标是多少 来 来 来 你当时的目标多少 不也10万吗 你赚多少 10万呢 爽不爽 结束了没 没 有的同学肯定 就是自己家做过买卖 不对啊 老师 你这不对啊 你这玩呢 我当时要卖110 我现在卖的是109 我收钱可没收那么多啊 我收钱没收那么多啊 你别骗我 你那个来过 折腾折腾折腾 我收钱可没收那么多 你别急啊 我还得结赚呢 对吧 我还得去结赚呢 我最后套机工具 平仓的时候 我赚了1万 借银行存款1万 带套机工具1万 你自己画的定字账 套机工具原来在借房 有一万的余额 对吧 我给你画的定字账 套机工具 打头是两万五 充了一个一万五 是不是还能一万 所以借银行存款1万 带套机工具 把这一万充 带房充了 你看 老师没骗你 这不还是110万吗 这叫套机有效 但我有一所一 不一定 明白了吗 不一定 时间有限 考试有限 我不展开说 这分路会不会 各位同学 没啥问题 接下来我要开始总结 第一个 我们套机所产生的利得和损失 要进当期损益 刚才进到套机损益 如果你的套机工具 选择是公益价值变动 进当 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那这个时候 你所产生的利得和损益 要进其他综合收益 就是一定要对应 你明白了吗 一定要对应 OK 第二个 说被套机项目 因被套机风险敞口 形成的利得和损失 进当期损益了 同时期末调整 公益价值计量 以确认被套机项目的 账命价值 各位啥意思 你会发现 我刚才 把那个库存商品 转到哪了 被套机项目 那如果 我原来 这个被套机项目 它就是按公益价值计量的 你比如说 自己像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就是按公益价值计量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还要不要转了 不用 能理解不 不用 但因为存货 它本身不是按公益价值计量的 所以我才得转 能理解的意思了吧 所以如果被套机项目 它是公益价值计量 变得进其他综合收益的 那被套机项目的风险场口 形成的利得和损失 进当期损益 账面 已经按公益价值计量 不要挑 有同学说不对 老师 你这不对 你这东西走 其他综合收益 怎么能进当期损益呢 各位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利息收入啊 人家说的是利息收入 所以因为人家已经按公益价值计量 你就别调了 第二个 说被套机项目选择以公益价值计量 变动进其他中国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利得和损失 进其他中国收益 你上面价值已经按公益价值计量 不调 你就记住我刚才说的那话 如果你已经按公益价值计量了 你后续就甭调 你没有按公益价值计量 你采用公益价值计量套期 你就得把这些资产或负债 给我转到被套期项目当中 能记住不 能不能记住各位同学 公益价值计量不调 不是公益价值 我就得调 调到哪 调到被套期项目当中 就这点事嘛 第三 说被套期项目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或者组成部分 那么在确定 套期关系之后 因被套期风险 引起的供益价值变动 应当确认一下资产或负债 那么相关利得或损失 进相关的当期损益 当履行确定程度而取得资产或负债时 应当调整资产负债的确认金额 以包括已确认的被套期项目的供益价值 累计变动日 这一趴文字是啥意思 各位你听不懂 我知道 接下来我给你举个例子 听好了 就这段文字 我接下来我给你举个例子 咱今天下课稍微延点期 如果坚持不了的同学 你就先休息 然后等有时间再去听 不听也没事 好 不听也没事 有时间再听 我把刚才那个 这一个括号三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刚才他说的什么 是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我就问你 比如说假 何以 在23年的1月1号这一天 签个合同 说这个6个月后吧 23年的6月30号 是这个时候 我要买一批存货 这个合同在今天签的 我就定好了 这个存货的价格 定好了 就是100万 就是100万 这叫什么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对吧 我现在假公司担心什么 如果到了6月30号 这个存货 它的供应价是80万 我是不是也得花100万去买 那我多花20万呢 所以怎么办呢 怎么办 那就这样 我在期货市场 做反向操作 我是未来要买 那我现在 在期货市场 来 在这写啊 在期货市场 我反向操作 我在23年的1月1号这天 我先卖出 卖就是卖100万 因为今天的供应价就是100万 对吧 你跟人签合肯定就是这天供应嘛 所以我先卖出这批存货 100万 然后等到23年的6月3号 我再买入 假设真的那一天 它是80万 所以你会发现 我在期货市场上 我做了多少 我盈利了20万 对吧 我盈利了20万 所以真的真的 人家到630这一天 这批存货变成80了 我虽然花100 但我期货市场 我盈利了20万 那就相当于我没亏 我再说一遍 套期不是为了赚钱啊 套期是为了回避风险 那接下来说说分路怎么做啊 因为你还没有形成资产吧 是这个你没有形成资产 是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你没有形成资产 所以这个时候呢 首先你假设咱就一步到位 供应价值一下就从100到80 一下就有了20 一下就有20 我不给你中间一点拿了 首先第一个 你那个套期工具 赚钱没 是不是赚20 对吧 套期工具是个期货吗 是不是赚20 带上 带套期随意吗 是20 对吧 套期随意是20 然后你那个被套期项目 你看你从100到80 你多花钱了 你那个被套期项目 有损失了 所以借随意 20 带 被套期项目 20 好 现在你是不是花钱去买 对吧 你花钱去买 来 你花多少钱 你还得花100 但是人现在已经是80了 你还得花100 所以你借库存商品 是100 带 银行存款 是100 然后这边是不是跟你结算呢 对吧 你看看结算的话 是不是借 银行存款 20 带 套期 工具 20 是不是 你就是相当于你自己花钱 你看这俩一嘎叉 就80 但是我们这个套期会计啊 这里我一直认为 它这里有小小bug 它除了做到这为止 还让我再做一步 你的库存商品不100吗 我要让它调到80 咋调 你这说有个被套期项目 这代方有20 好 把它充了 借 被套期项目 20 带 库存商品 20 这回你看 库存商品100 库存商品20 一挤完之后 变80 但是呢 我总感觉这么做呢 不太对 为啥呢 就是 你就花100买的嘛 历史成本嘛 你为啥给我调了 我重复也不是按公寓价值 进行初始计量 我按照历史成本 进行初始计量 所以这个有点违背 我们重复初始计量的 相关规定 但是呢 有一说一 这块考试能不能考 不能考 就是这段文字 我读完之后 各位同学 你肯定是原理物理的 所以我给你写个分路 你就明白了 明白了吗 我写个分路你就明白了 结个图啊 来吧 结吧 行了 接来说一说 现金流量套期 各位 现金流量套期 就俩这攒钱 你不是未来花钱花多吗 你不怕你未来 花钱花的多吗 我先攒钱 明白了吗 我先去攒钱 攒完钱之后 你未来钱花多了 也没关系 来 还是先举例啊 把书翻到261页 书翻到261页 我们看一下 2013年1月1日 蒋思预期在某三年2月28日销售一批商品数量是100吨 预计的售价是110万 为了规避预期销售中与商品价格有关的现金流量变动风险 蒋思在某三年的1月1日与某金融机构签订了一项商品期货合同 且将其指定对该预期商品销售的套期工具 商品期货合同的标的资产与被套期预期销售商品债数量至次价格变动等产地都是一样的 并且商品期货合同的结算日和预期交易时间都是某三年的2月28日 某三年的1月1号商品期货的供应价值是0 某三年的1月31号商品期货的供应价值上涨了25,000 预期销售价格下降了25,000 你记住这俩一定是反的 一定是反的 你要是不反那就错了 好 再来 到了2月28号商品期货的供应价值上涨了1万 商品销售价格下降了1万 当然是奖资将商品出售 这个出售价格是106.5 卖多少钱卖了106.5 说这数咋算的 你看看啊 你当时要卖多少下来的 110万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110万 然后呢你下降了个25,000 然后呢你又下降了一个1万 你看你算 是不是110减去3.5 其实你卖了多少钱 你卖了106.5 好 然后并结算了商品期货合同 蒋思认为该套期符合套期有效性条件 假定不考虑增值税等相关运数 不考虑期货市场每日无负债结算的制度影响 各位来 看这俩这儿没 三千 注意到它可不是公允价值套期了 它是现金流量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 它呆起什么 未来收不了这么多钱了 对不对 我现在想卖110 但是未来如果卖不上110我就收不了这么多钱了 所以各位听好了 它不是在研究损益如何变动 它是在研究我怎么能把这钱涨得到 所以接下来我们开始涨钱 1月1号这一天 不用做 这天不用做 到了1月31号这一天 得做了 你那个套期工具就是商品期货合约数上涨2万5了 好 借套期工具2万5 带其他综合收益 带其他综合收益 看明白了吗 我开始攒钱了 这叫套期有效部分 套期有效部分 我涨了2万5 然后 再来 到了2月28号 我又上上1万 借套期工具带其他综合收益 看又是其他综合收益 看到了吗 又涨了1万 我问你啊 现在 我这其他综合收益里 我涨了多少 我涨多少 我是不是一共涨了3.5万呢 涨钱吗 我是不是一共涨了3万5吗 好了 接下来 你开始把这个卖出去了 好 借银行存款106.5 带收入106.5 问题是我当时想卖多少钱来的 我当时想卖的是110万 没关系 我涨钱了 所以借其他综合收益 你看 这3.5我涨的钱 把它去给我确认收入去 所以你看 这俩加了一块 不还是110万吗 对吧 说老师那钱没给我呢 你不要紧呢 你期货会结算的 对吧 期货一结算 来钱来了 借银行存款3.5 带套期工具 3.5 所以你看 现金流量套期 它要比公允价值套期容易一些 它没有那个两边都要去算损益的问题 它只是要攒钱 你发现了吧 对不对 它只是要攒钱 各位 我有一说一 这不比我们之前讲什么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工具投资 核算简单的多吗 你不要认为人家有套期这俩字 你就讨厌它 你得去品 其实它难吗 它不难 对不对 它不难 你得慢慢来 来吧 各位同学 我们接下来总结一下 这个现金流量套期 它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未来现金流量会降低或者是升高 对吧 对于资产来说 它担心下降 对于负债来说 它担心上升 所以它要解决是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呢 就这个意思攒钱 那说咋攒呢 各位 我们在套期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套期有效 其实就是做现金流量的套期储备 属于套期有效部分的 尽其他综合收益 属于无效部分的尽当期随意 我再说一遍 属于套期有效部分的 尽其他综合收益 属于无效部分的尽当期随意 这随意是啥 财务费用 对于你没套明白 你不是攒钱吗 你不攒钱吗 结果你没攒钱赔了 赔了赔了就无效 无效尽呢 尽财务费用 尽财务费用 好 接下来 说按照下列两项绝对讹中的 较低者确定 第一个 说套期工具自套期开始 累计的利得或损失 绝对讹 第二个 被套期项目自套期开始 预计现金流量限制的 累计变动讹 这些都作为我们的 现金流量套期的储备 那就得看是有效还是无效 各位 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来来来 有效没 有效啊 赚钱来啊 那无效呢 无效反过来做 借财务费用 带套期工具 对吧 那就无效呗 这不有效吗 无效就转过来做呗 借财务费用 带套期工具 能理解了吧 好 但是我们书上没有写 无效这块啊 这个举例没有给大家写 都是有效的 都是有效的 好 无效 这个近当期随意 一般指的是财务费用 然后对于我们现金流量套期储备金额的会计处理 说如果被套期项目是预期交易的 企业预期交易时企业随后会确认一项非金融资产或者是非金融负债的 或者非金融产非金融负债所形成的一项适用于公允价值套期 会计的确定承诺时 那么企业应当将原来在其他中国收益的金额给它转出来 记录到资产或者是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当中 我们刚才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它不是形成了一项资产或负债 它是要确认收入的 所以我们是增加了收入 而这个呢 它要形成一项资产 那我就把这个攒的这个钱记录到资产的成本当中 或者是记录到负债的成本当中 这里各位同学你看 它强调的是非金融资产 非金融负债 非金融资产 非金融啥意思 固定资产存货 无形资产 这叫非金融资产 第二 说其他现金流量套期 企业应当在被套期预期现金流量影响随意的相同期间 将原来进其他中国收益确认的套期储费金额转出 进当期随意 啥意思 来来来来来 看 还得看理题 我啥时候把它转出来的 我啥时候把其他中国收益转出来 是不是你这边确实收了 你这边影响随意了 我这边就把它转出来 记录到这里 记录到这里 说清楚了吧 好 第三 说如果其他中国收益的现金套期储备是一项损失 且损失的部分 预计在未来期间不能弥补的 那么企业在预计不能弥补时 将预计不能弥补的从其他中国收益转出来 转到当机随意当中 最后第四 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我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呀 你能不能想转就转 说我攒的钱 我想把它什么时候转出来就转出来 也不行 下边一共是三 一二还有三 我告诉你 就是有一丝丝希望 你都得给我保留 有一丝丝希望 你都得给我保留 哪去了保留 比如说被套期未来现金流量预期仍然会发生的 那么累计的现金流量 套期储备的精神要保留 你不能说 你给我转水一了 不行 明白了吗 所以一二和三 用白话说 有一丝丝希望 你都得给我保留 明白了吧 好了 套期我讲完了 我有意说一 今天这场套期讲的是最省略的 而且我认为今天状态是最好的 你们听可能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 到最后 如果有一天你听回放的话 你会感觉今年的套期真的跟以往年都是不一样的 今年套期直击考试 没有别的废话 咱就直击考试 考试考啥 有可能我预测到的 我就直接跟你说了 好不好 好了 各位 整个13章套期我们讲完了 大家学习辛苦了 这里呢 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一章 这一章你需要掌握的核心内容 就这些 你感觉少 但其实它真的不少 第一个是关于金融资产 概念 金融资产的概念 其实概念不重要 当时我给你讲的目的是什么 各位 是为了它跟金融负债的概念去做对比 你还记得吧 对吧 好 第二个 范围 哪些属于我们这一章金融资产 哪些不属于这一章的 比如说货币资金长期股权投资 它就不属于我们这一章的金融资产 好 第二个分类 我们根据什么 根据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把金融资产分了一二三这三类 好 这三个分类 各位 你就把金融资产分类决策数 给我掌握了 咱祝快还真考你 并且得会写理由 理由就俩 一个是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 另外一个是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你得会写 然后这三类金融资产 一共有四个科目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四个科目所对应的会计核算 从初始计量到后续计量 到有的减值 到初始 包括我们今天介绍的金融资产转移 各位 要求你除了金融资产转移以外的 这些所有的会计核算 你都得会 百分之百会 没得商量 那快计核算本质上没有什么难度 你百分之百得会 没得商量 再来 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第一个概念很重要 各位 金融负债的概念 说 未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以及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是金融负债 还记得吧 各位 你记住最核心的 因为考试它让你去跟权益工具区分 让你写理由 这理由是什么 未来要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不可避免的要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在潜在不利条件下 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各位 你把这些记住就够了 至于衍生非衍生 固定换固定 固定换 这个一头定一头没定 那些东西能记者记不能记 从历年考试来说主关题 科幻题可不是 主关题写理由的 不会让你写这些东西 说白了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有这项义务了 你就是一项金融负债 明白了吗 你就是一项金融负债 OK 好 跟权益工具的区分 必须会 会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先看题 知道它是负债还是权益 第二个层次 会写理由 一定考你 你放心 我们今年两场考试四套试卷 一定至少有50%的试卷 要有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区分主观题 并且让你写理由 必须会 如果忘了翻书 我该给你总结都总结了 结合着我们那个永续债 有个导图 结合那个图 再去看一遍 对于金融负债的核算 初始后续 包括它的处置 这没有什么难度 金融负债有减值 你知道不 金融负债有减值 啥呢 财务担保贷款成诺 如果它简直进了 预计负债 对吧 把它进到预计负债当中 还有除了这些大块以外的 我个人认为 有可能在这张出题的 可回收工具 资产 这个金融资产的减值 包括套期 这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呢 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太晚了 我没有办法再给大家细致的去说了 这张图当中 涉及到的这些点 是你这一张 同学得汇的 而套期就以我今天讲的 你必须得汇的那些点 比如说套期的分类 公益价值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里边的细小的分类 包括后边的这两道立体 分路会做就够了 说清楚了吧 好了 各位 您学习辛苦了 咱们今天确确实实 我有预计 因为今天是周六 如果是周中 我也不敢 说周一到周五 我也不敢 因为是周六 所以我真的真的 实在抱歉了 各位同学压堂了 压堂了 从下讲开始 我们要介绍长期股权投资 我希望各位同学 真的别欠账 越欠越多 越多越不爱学 越不爱学 你的风险参考就越大 对吧 我现在是给你合理的 合格的套期工具 给你套期工具 你还不用 你告诉我 你这风险长口 你怎么去套 你咋套啊 同学 再上课 十一号 应该是周二 周二或周三嘛 好不好 各位同学 你一个风险长口啊 刚开始报名的时候这么大 慢慢学 越学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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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考前的时候 可能你要真的跟下来 就这么小了 你要真的跟下来 可能就这么小了 你要真的真的听我话 可能就这么小了 就这么小了 所以真的真的好好努力吧 好了 各位同学 你学习辛苦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